俄军事分析家预备艺海军上校瓦列里丹德金对消息报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正在积极发展海军 很快将终结美国舰队从20世纪90年代持续至今的霸权 2月12号俄罗斯消息报网站报道称 丹德金对五角大楼公布的标明 俄中海军活跃区域的地图发表了评论 这份文件是在编制美国军事预算的框架内公开的 丹德金说美国海军至少有10个航母编队 即使有6至8个战役也是相当有分量的因素 我还没算海军陆战队和众多导弹驱逐舰 后者是最好的多功能战舰之一 这位专家指出只要有美国利益的地方就有美国舰队的身影 无论是地中海印度洋还是加勒比海地区太北洋地区 报道称中国的水面舰艇数量世界第二 同时北京在打造大型水面舰队的速度方面位居第一 这位军事分析家强调中国的驱逐舰可与美国媲美甚至略胜一筹 中国人自主建造了第二艘航母 第三艘正在路上 他表示中国开始涉足传统上美国军舰所在的地区 中国军舰开进了红海、波斯湾、印度洋和地中海 说到潜艇的攻击力和核导弹力量 报道认为俄罗斯继美国之后排名第二 到2027年俄海军第四代潜艇北风之神和北风之神A 将成为俄罗斯水下核力量的中间 丹德经指出近年来俄海军开始探索大洋 甚至来到南非沿海的耗旺角水域 这位分析家说 显然俄海军加强水面军舰和潜艇的活动强度 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因为军舰建造已经安排妥当 第一艘量产型R350型导弹护卫舰 卡萨托诺夫海军元帅号即将入列 我认为这些军舰会以每年一艘的速度加入军队 报道称俄罗斯和中国舰队的活跃引起五角大楼的担心 但这不是其公布俄中海军活跃区域地图的主要原因 丹德金最后说美国正在分配庞大的军事预算 按照惯例为发展海军波幅的资金最多 因为美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美海军是主要军种 特朗普10号提交了总额4.8万亿美元的2021财年联邦预算草案 白宫主任打算把国防开支增加到7.054亿美元 同时大幅削减公共开支 报道称2月11号美国发布了2020到2022年国家反情报战略 根据这份文件 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安全面临的头等威胁 据媒体报道 华盛顿将为对抗莫斯科补款7亿美元